特朗普已开始敦促联储局采取负利率,长期低息环境有利资金流入实物资产作保值用途,以下不者会从按揭息口走势及住宅供应格局,分析香港流价回稳的原因。 全球影响下,联储局大幅减息半离,再重推量宽及无限桥移,令全球资金水浸,于联会制度下,港美之间有息差,其实就是一个越港式HIBOR高于美式LIBOR的差距。 资金将持续流入日本港赚取无风险息差,也是早一个月港会强势的主因,但中国有意于5月28日推行国安法,令港式回落趋势扭转,市场对社会扰乱忧累加剧,国际评估香港局势的不确定亦增加,导致近日港会再度转弱,一个月港式HIBOR rate,增急升至一来。 不者相信这是一个短期的恐慌情绪升温所致,市场套无风险息差的行为仍然会持续,一个月港式未来仍有下跌的空间,有利流价继续回稳,当然仍要观察美国本周就中国在香港立国安法,会作出什么样的强力回应及经济制裁。 团结香港基金发表报告称,私楼供应的缘崖已经来临,下调未来5年的落成量14%至每年1.6万伙。 受严重打击,今年以来香港楼市施工量罩减,运输及房屋局公布,今年首季施宅施工量为900伙,比去年第四季的4000伙。 按贵大跌77.5%,同时,对比去年同期的2300伙,亦竟减超过六成,有关数据更为2017年第三季800伙以来最低。 不者相信未来私楼实际落成量将会更少,未来5年私楼平均落成量可能只得1.2万伙。 以每年住宅刚需约5万伙计,结婚数字,住宅仍然是供不应求,过去10年,证明置业有相当风险,不置业也可以是很大风险,自住成本不断上升,不者只想尽可能说出事实,不是鼓励人即时去置业或认为楼价只会升不会跌。 置业与否,各位请量力而为。 请量力而为。